哈囉大家好我是祖泰 今天影片的內容的話就是來講一下我們 功夫熊貓的部分 就是繼續在聊因為目前活動已經 進入了下一階段應該已經 應該是二三階段了然後就是有新增一些東西再跟大家提一下 基本上就是 先來聊一下就是我們武術強化的部分如果你武術強化還沒有 全部技能都還沒有點完的話我會建議你趕緊把它點完因為 就是他點完之後會開啟一個兌換的一個選項 那這個選項就是可以讓你把 武術心得就是換成精力值 那這個東西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就是目前已經開放所有的教官了就 上禮拜已經把 應該說這禮拜 就是把神王爺跟天煞都開出來了 然後為什麼 會很推就是應該說會很建議你們就是 趁這段期間 把那個點完然後能刷就刷的原因是因為 這一次天煞就是有 專屬技能碎片可以讓大家刷 所以尤其是無課或微課玩家 假設你有體力罐的話看你要不要投資在這一次就是盡量 來取得就是專屬技能碎片 因為 這個東西說真的應該是目前 就是口袋疾兵相對來說比較重要的道具 就是 趁這段期間官方有開放就是能刷就刷 然後至於 咱們 省王爺的部分的話就是 以及殘暴的話就是把 就是這個訓練獎勵 領完就可以了 就是不用再接著下去打 就是 最主要要刷的東西的話我還是比較建議就是 刷天煞 那接下來我們就再來就是聊到一下我們的 比武場的部分 那比武場的部分就是反正大家都知道就是會有 就是 兩個小兵就是會不斷的比武嘛 然後 最主要影響的因素還是就是聲援的東西 然後 主要就是取決就是技能是誰點的比較多一點 然後比較多那邊是 相對來說會比較高的機率會獲勝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要看到就是 聲援人數的占比 然後 越多人那邊就是相對來說他們技能可以點比較快 所以 所以 他們勝算會相對來說比較大一點 然後有一次紅色小兵還是有贏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敘事值的部分那敘事值的部分就是 聲援人數少的那一方就是會 不斷的 就是 跌 應該說他的敘事值是沒有就是所謂的上限 但是如果人多的那邊的話 他們敘事值就是會卡在就是大概 300萬那邊 然後人少的這邊就是可以無限的捐 最主要影響的部分的話就是還是就是說 有沒有辦法先出手就是紅色小兵你們去看大部分都是先出手的嘛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有沒有 機會就是讓紅色小兵的就是他的 技能稍微打比較通一點 所以的話 也不是說你選人多那邊就是一定會贏啦就是還是有一定的機率會輸就拿我們B5紀錄的第二輪 就是這一輪的話就是紅色小兵贏嘛 但是 很明顯的那一次其實是 藍色小兵那邊的人比較多啦所以就是還是有一定的機率 紅色小兵是會贏的 然後像為什麼我會想要帶在紅色小兵這邊的原因是因為 最主要就是因為我捐竹節是沒有上限的就是我想捐就捐啦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如果你是 是還沒有拿到磁花瓶這個東西的話 還沒有 拿到磁花瓶的話我會建議你 就是往 就是 生緣人數比較少 佔比的那邊去啦 現在就是說他就是紅色小兵嘛 那為什麼我會建議你們 就是往紅色小兵這邊來的原因就是因為這邊捐限是沒有上限的 就是你要捐多少就捐多少 所以 就是 就是 獲得的獎勵就是可以先拿完之後 然後因為他就是換 換陣營是會有冷卻時間的嘛就是如果你到時候想要再換成藍色小兵的話就再換 就是你可以先切過來然後就是捐完你全部的竹節之後再考慮 下一次要不要直接轉換過去但是 你過來紅色小兵這邊的話就是要記住就是會有 48個小時沒有辦法換陣營 你有可能 就是你有可能會輸啦但是也不一定也有可能會贏 但是最主要的話就是還是為了要去 就是捐獻獎勵這樣 那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活動應該還有一個階段就是 合作活動大部分都是 就是這樣啦就是 還會在額外開放一個可能像是慶功宴的活動或者是 再打一隻大Boss 這一次沒意外的話應該還會有一隻變色龍 一隻變色龍然後 然後我目前不知道他會掉什麼獎勵所以就是 如果到時候他是開放在教官訓練這邊你們就在 仔細看一下就是 他的獎勵如果比 就是專屬技能順便還要好的話就是去刷那個 變色龍會比較好一點 反正這邊是叫變色龍然後 就是海外好像是叫做魅影妖後吧 魅影妖後 反正就是看哪個獎勵比較好就刷他啦 那基本上我目前都還是推薦天煞 就是刷天煞 那 再來的話就是 目前的二三階段還有在開放一些就是 新的隱藏任務啦那比如說就是在麻將中打出5萬就是這個任務嘛然後 以我自己的 印象的話 這次還有開放的就是 再獲得一次 投虎大獎 就是 再獲得一次投虎大獎的意思是說 當你把那個所有的那個不是有一個裝飾品的那個投虎游器嘛 就是當你把全部的 虎耳 就是他的兩邊這個耳朵都投滿之後就會觸發這個隱藏任務啦 然後你就是要再投滿一次 那基本上這個遊戲的話我覺得還是比較算是平機率啦 目前體感上沒有覺得就是說有什麼技巧 就是大部分就是要用錢下去砸這樣 然後 然後 講完這個之後還有哪些任務呢我想一下喔 省王爺打完三級嘛 省王爺這個應該大家都很輕鬆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武學強化學任何的武功這個我不確定有沒有出來但是應該 就算出來了大家應該也 蠻好打的啦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 小真專屬技能要達到三級 就是我們這次出了另外一隻英雄啦就是我們的 真的部分 那先不論他的技能跟那個反正 基本上這隻角色就是來取代我們暴風赤虹的啦先 現在這邊賣個關子啊我就是之後再額外再做一部影片來 聊一下我們的 這隻真以及我們的阿波啦 然後 這隻的話就是跟阿波一樣就是專屬技能達到三之後就可以再結完一個任務嘛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 好像還有就是當你的那個 那你收集品全部收集完的時候是不是會獲得一個 神龍大俠的 對列 然後就是當你用這個神龍大俠的對列出去就是 打怪還是怎樣的時候 就一樣也可以在 就完成一次隱藏任務啦有一個隱藏任務就是要你用神龍大俠下去 當對列然後出去打怪這樣 就大概是我目前印象中就是這幾個啦 就是目前開放就是這幾個然後如果 各位還有遇到什麼的話就是在 留言區再幫我補充一下啦因為 因為我自己印象中目前就是這幾個這樣 那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除了就是我們的 真以外就是還有在其實還有在推出一隻 猴王的英雄嘛 那這隻英雄對於我們老手來講的話基本上就是沒有必要啦除非你有收集屁然後就想要每隻英雄都有的話 你想花錢就花啦然後但是如果對於 你 資源比較吃緊的話就可以考慮一下 就不要買了 但是如果你是很新很新的玩家的話 你可以考慮買因為 很新的玩家基本上你可能不會有五星的英雄 那這一隻算是 可以讓你至少可以讓你前期算是蠻平滑的就是基本上官方 現在每一次的合作活動都會推出一隻就是 推出一隻角色啦然後那隻角色就是給新手用的 那基本上老手的話 不太需要去做購買的英雄啦就比如說大黃鋒馬然後戰狼Tango以及我們的那個史嘉雷 都是屬於 這一種英雄這種英雄就是讓你 度過前期但是這些英雄都不會太強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舊的玩家的話我就建議不要花這個錢 除非你有收集屁 那以上的話就是我這部影片全部內容就是在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就是我們這一次後續所 開放的一些新東西啊然後 還是要提醒一下就是 如果你的收集品還沒收集完收藏品還沒收集完的話以及我們的那個 武學都還沒點完的話我會建議你 就是趕緊把他們都用完啦 趕緊用完趕緊用完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教官訓練的獎勵也趕緊領一領這個東西其實 就是 連我無課的帳號都能用完了所以我相信你們應該也可以 所以 這些能把握的東西就好把握啦 那 以上就是我這部影片全部內容那如果你就對你有所幫助的話也歡迎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拜拜